12月10號是第71屆國際人權日 這一週也是美國人權週 全球退黨服務中心在美國國會舉辦研討會 出席的國會議員及政要聲援退黨大潮 並共同呼籲制止中共對法輪功的殘酷迫害 當天的研討會上 曾在中國國務院對外經貿部擔任 處級幹部的法輪功學員張毅潔 已在中共勞教所的親身經歷 披露中共對信仰人士的非法迫害 我因堅持信仰拒絕轉化 先後七次被非法綁架關押 九死一生 2001年3月 僅因我不放棄修煉 便被中央610組織首惡李蘭晴點名 非法勞教育一年半 因拒絕轉化又被加刑十個月 在勞教所裡 我經受了滅絕人性的 幾十種超越生理極限的非人虐待 侮辱酷刑折磨 中共對法輪功學員長達20年的迫害 仍在進行 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委員 加里·鮑爾表示 中共侵犯人權行為廣泛而令人震驚 他們即使動用全部資源和人力 也無法完整記錄 這年單獨自然的 在中國的權力 被捕捉了千萬人的法輪功學員 只是因為他們想要練習 或分享他們的信心和平衡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 隶属于联邦政府 负责观察世界各国的宗教自由状况 向美国总统 国务院和国会提出政策建议 川普政府将保护宗教自由视为首要任务 加里鲍尔是由川普总统直接提名 他表示美国应从多个层面帮助中国民众获得信仰自由 美国国会议员罗伯维特曼也给研讨会发来书面声明 表示基于宗教观点对任何人的迫害都是无法接受的 政府的作用应集中于保护和支持所有公民 中共迫害人权和信仰自由 让越来越多人认清了它的本质 《九评共产党》一书发表后 至今已有超过3亿4千7百万民众 在退党网站上声明 退出中国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 美国联邦众议员史蒂夫金认为这是很好的消息 三退的深远影响鼓舞着所有中国人 并且愈发壮大 那么现在就是说已经有3亿4千多万人 就是宣布不再是中共之一了 就是退出了党团队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法轮功学员 从来都没有接受过这样的迫害 也从来没有接受过中共对我们的这个强迫的罪名 和洗脑这些东西 同时就是用这种讲真相的方式 就是让人们向善 那就是让人们远离中共 这样的就这样一个标准呢 就是从历史上来看呢 就是是前所未有的 在即将通过的2020财年 美国国防授权法中 史蒂夫金议员已提出 要求政府对中共扩大监控 以镇压民众迫害信仰自由的状况提交报告 在本周的美国人权周里 美国也依据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 针对9个国家的68个机构和个人实施了制裁 我们下期见